国防部在今天公布新版国军检测内容 明年开始新增包括了平板撑体 活林平举 养卧卷腹等等 六种体能训练的项目 而且四个月的异物异也包含其中 实际的请到健身教练来示范这些动作 部分考验核心和柔软度的项目 连教练自己都觉得有些吃力 坦言这个合格的标准 对于部分心境的艺难来说 可能是蛮有挑战的 棒式支撑练核心或是举狐林练肌耐力 这些健身常见动作 112年开始国军也得学会 我们是考量战备远训的任务 来设计多元训练的项目 国防部宣布国军基本检测项目 明年起增加六项 分别是平板撑体 渐进式折返跑 狐林平举 仰卧卷腹 坐姿体前弯以及抓背 目的训练国军身体肌群 心肺耐力和柔软度 四个月义务异也包含其中 对刚进入可能当兵的人来说 当然会有一点点难度 但如果是已经是国军的话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 部分考验核心柔软度动作 健身教练做起来也吃力 看看国军合格标准 狐林平均部分 青年期男性要四十五下 女性三十一下 平板撑体青年期男性一百秒 女生也要九十秒 标准似乎不太容易 针对新增的科目的合格的标准 是参照美军 还有我们自己本国的体育署 并且按照我们国军官兵 要执行战备任务 还有日常生活所需的体能来订定 这些的标准都于高于 我们所参照的这些的平均的数据 言下之意标准不打算放宽 那外界关心的兵役延长 有定案的吗 疫情严不严 没有更多说明 但至少新增建策标准 国军的训练确定越来越精实 在学生会才的报道 新竹市长当选人高鸿安 选前就遭指控诈领国会助理费 台北地坚署选后收网 上午指挥调查局北基站 兵分八路搜索 包含了高鸿安的立法院办公室 还带走了物证 以及办公室主任陈幻宇 而检调还同步以被告的身份 约谈了高鸿安本人 高鸿安的男友李中庭 以及绰号水母的前助理王日文 讯后将引请北解复询 高鸿安国会办公室上午9点半 大批检调人员进入搜索 闭门搜索将近两个小时 办公室主任陈幻宇 穿着厚重的外套被带出来 办公室里还搜出一箱证物 连人带物证一起送往北极站 高鸿安男友李中庭 涉案后首度曝光 高鸿安本人则是被另一辆 真房车带来 没有上次的从容不过 高鸿安跟男友都列被告 涉嫌福报助理费 检调兵分八路搜索 讯问四名被告 除了高鸿安李中庭陈幻宇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台大十三妹 公卫文王玉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上礼拜默默报道的小编 戳好水母的王玉文 两年多前是高鸿安办公室的 清醒亮点 担任小编让乡民暴动 现在检调认为 王玉文涉案程度很深 也以被告身份应讯 高鸿安遭控盗领挪用立委助理费 调查重点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是否透过男友名誉诈领 另外一个就是 办公室助理的加班费 部分薪水是否低薪高报 被当成公积金使用 由于高鸿安是现任立委 搜索前 检调绷紧神经 搜证完整 也在搜索前通知立法院 助理费争议 一路从选前烧到选后 检调加速侦办动作 即使选上新竹市长 但还有检调这关要过 记者刘慈宗宏林 综合报道 台中知名的永丰站酒店 在年中传出财务危机之后 警方日前还在饭店内 查获通缉犯 永强贩毒 创办人怒哄遭涉局成租 欠租数千万元 对方还霸占酒店 创办人已经向市府申请 永丰站自12月16日起停业 而下午呢 他也到了酒店大厅张贴海报 结果遭到了阻止 双方就在饭店的大厅内爆发冲突 让原本订房的客人 也吓到直接拉行李走人 永丰站创办人何丰站 不满要进到饭店内部却贝兰 冲突一出其发 另一头也有推挤 大厅内乱成一团 大厅外也有人聚集 甚至连警察也到场 就怕有个万一 因为日前才在饭店内 查获通缉犯用枪自重 警方破门攻坚 现在留下一片狼藉 地毯被破坏 房间也乱成一团 警言的饭店一进门就有怪味 创办人心痛表示 永丰站今年7月 遭神兴男子设局成租 对方欠租数千万元 在9月底终止契约收回经营权 却遭霸占一直到被查获不法 已向市府申请 自12月16日起停业 对方律师回应是他们先违约 本身必须要把这个 旅宿业的经营的这个登记 移转到我们公司的身上 但是风域公司并没有做到 我们才会有停止对待 给付的一个相关的行为 那现在旅客怎么办 谁也没想到曾是台中知名星级酒店 却爆发经营全纠纷跟枪毒案 吵得沸沸扬扬 无法落幕 记者中部在网报导 现在物价涨涨涨连麦当劳也宣布要涨价了 麦当劳表示考量到整体的营运策略 所以从12月21号开始 将调整菜单跟部分产品的价格 包括了所有的套餐都要调涨10块钱 早餐套餐平均涨幅是11.8% 超值全餐平均的调幅是6.5% 那么也有部分的单点也会涨价 不过主餐单点价格不变 民众有一些人就无奈的表示 以后只能够少吃一些了 万物起涨 现在素食店龙头麦当劳也扛不住了 宣布从12月21号起 所有套餐都调涨10元 另外小鼠 中鼠 薯饼 沙拉和牛丁汁 单点调涨5元 而大鼠和地瓜条单点也调涨7元 平均涨幅介于6.5%到11.8% 不过铜板轻松点 甜心卡和得来素VIP卡等优惠 则没有改变 就会比较少吃吧 我因为会去吃台湾本来的小吃 我不会跑去吃素食店 素食店那个价格也吃不太饱 还行 我觉得还可以 10块而已 应该还可以 民众看法两极 事实上麦当劳从2018年开始 每年都有调整一次价格 而今年麦当劳调涨 就让大家担心其他素食业者会不会跟进 对此肯德基安汉堡王表示还在评估中 摩斯汉堡则说目前没有涨价计划 但确实有成本压力 我觉得民众只能够聪明消费 就是说可能尽量去消费一些 还没涨价的多鼓励他 这种所谓的全民性涨价 我觉得是无法避免 因为这个涨 这个所谓原物料迁动 水电迁动 还有人事成本迁动 这个是每一家公司都会遇到 不涨价目前为止是自己吸收 就看他能够承受多久 那比较早涨价就是他不愿意撑 民生消费不少东西都涨价 专家也只能建议民众要聪明消费 借刘均林新台北报导